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,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,非神吉鬼,好像从来都不是人,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。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,从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师长,当到野战军司令员、国防部长,而且经常身兼数职,除了副统帅,从未当过副职的人。 这是一个党史军师少了他,有的史诗就会讲不明白,就会出现空白,就会留下问号,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,探究心理的人。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,又不敢面对,竭力要回避,又很难回避,轻不得,重不得,深不得,浅不得,稍不谨慎,就要引起麻烦,已经死去四十年了,毅然异常敏感的人。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,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,而竟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。 谁都知道,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。 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,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几乎一声紧见地当众嚎啕大哭,捶胸顿足,足足二十多分钟,而海峡对岸的蒋介石也流下痛满的眼泪。 蒋介石说,毛泽东去一臂,林彪死了。 此日,蒋经国在国安局的报告上写道,共产巨人已经断了一条手臂了,让我们等着看他如何失去他的另一条手臂。 林彪一般只管军事,每天看地图,罗戎环称之为重点主义,林彪说话也只讲重点。 林彪被邀请在延安党校讲马列克,大家都准备记录下抗日英雄的教导,许多人都准备了执笔,可是林彪上来后只说了一句话,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,共产主义是大家发财,讲完了,说完走下讲台,众人目瞪口呆。 在塔山阻击战中,我军伤亡惨重,程子华向林彪报告损伤情况,林彪听完后,对手下人平静地说,告诉程子华,我不要他的伤亡数字,我只要塔山。 在辽西追尖战中,我军部队建制打乱,指挥布林,部下向林彪汇报,林彪听完后,同样平静地说,乱不乱我不管,找到料药香就行。 六十年代,越南领导人向林彪请教如何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,林彪从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,嗷,越南人障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 他对宗教的分析评价最出彩,佛教修,基督教信,言简一概。 他嘱咐叶群,话要少说,书要多读,不明白的事情,不应该说,真正明白了,就没有必要说了。 所以,能说的话,打都是无聊的重复。 他对建国后的解读耐人寻味,开始打天下,是为了平等,公道,安全。 打下天下后,才知道,世界上哪有这些东西。 很可笑,林彪永远是个谜。 林彪一半是白脸,一半是红脸,是两面派,是阴谋家。 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,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变革,堪当是之帅才,格是之韩信。 是特定社会的产物,是时代的悲剧。 反映了制度的缺陷,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。 林彪是现代中国最复杂最多面性的历史人物。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现代中国人觉醒的转折点。 他的下场比高岗、彭德怀、刘少奇更悲惨,而且至今得不到的平凡。 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政治的严酷。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林彪在文革中确实干了些事,又属于叛国投敌的提案。 只不过国人健忘,又为尊者会,又喜欢唱斗鹅渊。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,他不善交际,喜欢独处。 聂荣真说,元帅中只有林彪、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。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,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。 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东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, 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。 他曾对毛泽东说,主席呀,苏联为什么不出兵? 苏联老大哥见过几十年了,我们才见过几个月,需要休养生息。 为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,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。 林彪绝不向毛泽东低头,第三次庐山会议林羽毛决裂。 但他不写半个字的检查,致死不认错。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,以避开政治漩涡。 林彪反对大跃进,私下里说毛凭空想胡来,说绝了,做绝了,抉择错,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,就是极了点。 1959年卢山会议上,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议会议后,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,反对他。 可是,林彪却说,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。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,林彪对彭德怀说,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,你我离得远得很,不要打这个主意,我有木器,缺点是有木器。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木器,要他继续革命。 从此,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。 林彪私下并不拿毛泽东当作神。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,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泽东想,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。 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,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,无疑是弥天打醉。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,林彪也敢称并不参加。 1966年八戒十一中全会后,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,林却尖刺不守,还写了一份报告,继续推辞。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做了批示,坚持让林彪做接班人,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亲批报告撕碎扔进了谈语。 可见,林彪从内心来说,对毛泽东极其反感。 1971年五一节,在天安门城楼上,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。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宝身,韬光养晦的道理。 他的室内张挂条幅,悠悠万事,为此为大,客己负礼,免从虎学赞其身,说破英雄惊杀人。 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,只有毛表过态的,秘书才带他画圈,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,成主席批示。 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记批文件,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。 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,把请主席乐改为成主席乐。 林彪公开理讲,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,被地理却说,刘少奇,邓小平是好同志,刘少奇和彭真都是有本事的人,拿掉刘少奇没道理。 他还说,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。 刘少奇的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一文林彪最爱读。 林彪曾经当面对聂荣真说,我们之间的分歧,主要是因为你是从组织上考虑问题,我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。 林彪的所谓从政治上考虑问题,就是谁正确就支持谁,谁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利他就支持谁。 聂荣真组织观点强,就是服从领导,谁当领导就服从谁,谁官大就支持谁,谁官大谁就支持谁。 林彪是正确的,这大概就是林彪与聂荣真最大的区别。 这也是毛泽东信任林彪的最主要原因,因为老毛对自己的主张很有信心,他不愁不能获得林彪的支持。 林彪是军事天才 林彪可圈可点的,是他的军事才能和战功。 1955年全军受限,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,足以说明他的军功。 元帅排名为朱德、彭德怀、林彪、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徐向前、聂荣真、叶剑英。 朱德位居第一,无需争论,彭德怀第二,义无话说,林彪位于第三,除了军事业绩,把他推上此位,别的无可解释。 论赫格,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真、叶剑英是他的老师,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。 南昌棋义时林彪是排长,而刘伯承、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,棋义总指挥。 陈毅在南昌棋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,林也就比罗荣桓的资历强点。 然而,林彪把他的教官、上级统统越了过去,凭什么? 只有凭硬碰硬的战功,单凭毛泽东欣赏,他是绝对不行的。 要知道,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审,也不那么一言堂,此外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。 至今从未听说,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,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称道,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。 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,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,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,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力。 鲁丁盛帅四野八宗一百三十五师对白崇启集团作战时的腰斩骑军。 其实,共产党和所属军队前期的不倒,乃至后来的平行关这个转折点直至后期的全面战胜国民党,每一处关键危难时刻及全胜时期都有林彪的影子。 它是我军当时胜利的脊梁,是毛泽东及中央敢与蒋介石争斗的最重要的心理基础。 就是说,毛泽东和林彪共同导演了当时的战争一点也不过。 就军事而言,他是元帅歪的元帅。 如果林彪不是在抗战初期就被禁军误伤,他在抗战时期在军事上将有更多令日口丧胆,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上乘之作。 如果由林彪人潮指挥志愿军,战绩至少不会低于彭老总,甚至更加辉煌。 这样的林彪凭借他的赫赫战功,取代朱德,位列元帅军衔第一人都是当之无愧的。 如果军事林彪不当政治林彪,不躺文革这趟混水,他如今仍然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 杰出的革命军事家,党和国家领导人,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。 林彪与毛泽东是相互选择的结果,也是悲剧。 林彪的政治悟性,诗人水平非常高,只是社交能力极差,无法自立为王。 他的这个特点,决定了他是绝佳的领袖助手,做不了皇帝。 了解历史就会发现,不论林彪跑到哪里,各方对他的待遇都极高,甚至会超出毛泽东、周恩来这样级别的人物。 林彪去国民党那,老蒋总是会指定专人,反复关照,务必使林彪如沐春风。 作为毛泽东头号嫡系,在毛诗世时也没人感动他,因为每一个领袖都需要林彪,林彪也并不是铁心跟着毛泽东。 他也会迎合王明、李德他们,写了篇挂羊头卖狗肉的论短促突击踢上面圆场。 相比毛泽东铁了心想收住林彪,林彪的心思其实一直很火,老毛的短处使实力太弱,林彪一直试图找到实力更强的主子。 他与张国焘、王明、叶挺、朱德、周恩来等各方都有过接触,但答案是,没有,那年代毛泽东就是最强者。 林彪一个照面就跑毛泽东那里去了,他的老上司朱德带的是顶级精锐, 而毛泽东带的是秋收起义的杂碎,一个天一个地。 显然他认为朱德没尿性,老毛性,毛泽东以自己师代伟人的魅力征服了林彪。 红军会师,张国焘曾单独找过林彪,一方面军内是不到八千人,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八万人,林彪还是拒绝跟张国焘走。 去重庆盘盘,以老蒋当时的雄厚实力,想收复林彪,照样谈不拢,老蒋有心无力,周恩来只能佩服。 任何时候,只要林彪离开毛泽东,历史上就不会有老毛这好人物。 只有林彪在东北撞得很啊的时候,毛泽东才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 可见林彪具有有超强的洞察力,看人,基本谈一次天就够。 可以看看他麾下的四野将领,一个个生龙活虎,急剧个性。 林彪之能,是超出几乎所有人想象的,五百年一初的超级帅才。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赵端,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。 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,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。 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,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。 林、陈的报告,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, 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, 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。 因此,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。 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违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, 决定另起炉灶,改由张春桥、姚文元起草。 可林彪、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, 成帝毛泽东,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,写上退陈伯达。 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。 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, 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。 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, 应变能力就是比别人奇高一招, 学是学不来的。 天生大任于私人的政治家都是如此, 老毛玩政治向来是滴水不漏, 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的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。 不过,活得也够累的。 也许对政治家来说, 这不是累, 而是与人奋斗, 其乐无穷。 林彪向来对张春桥, 姚文元逼杆子极其厌恶, 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, 此时差点欺诈了林彪的肺。 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, 秘书说, 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, 林彪却断然拒绝, 不听。 林彪念报告时脸色傻白, 头也不抬起来一下, 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。 叶群说, 我真担心你念错了, 可林彪生气地说, 多念错一点才好。 在庐山会议上, 林彪提出涉国家主席, 那也是天经地义。 本来嘛, 这么大一个国家, 哪能没有国家元首, 而只有党首。 毛泽东是一招被流咬, 十年怕主席。 此事是林彪大队, 毛泽东大错。 林彪封竹残年之际, 如果真像当年中央文件所说的, 还一手策划五七一工程纪要, 直接向毛泽东下手, 真是豪气不减当年, 更上一层楼。 有人说林彪早年有功, 晚年有罪。 以笔者看, 他晚年才真正活出了自我。 说他阳奉阴为, 那是贬了他, 他是阳奉阴正, 那是一个为字可概括。 毛泽东的位置是自己在党内打出来的。 林彪为啥不可以结果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, 自己再打一个位置呢? 毛泽东的位置是历史形成的, 历史同样也可以为林彪形成一个位置, 更何况, 毛泽东那位置多半是林彪帮他形成的, 而毛泽东坐上去后又不珍惜, 老实胡来。 故而, 林彪此举完全不违反游戏规则。 从九一三起, 毛泽东施不可挡地见老, 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, 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手。 可以说, 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, 毛泽东也死了, 周恩来也死了, 文化大革命也死了。 毛的形象, 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泼灭, 剩下的只是维持, 维持自己的存在, 维持这个党, 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。 下面干什么呢? 不知道。 继续革命。 你在动员号召, 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, 成了敌人, 有谁还真心信你的说教? 你再说, 信任谁重用谁, 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, 死于非命, 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? 这个党, 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? 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, 试图寻找答案。 想一想, 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, 到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, 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, 使从林彪的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, 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, 党, 国家, 世界, 社会, 人生, 理想和现实的呢? 从这个意义上说, 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, 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, 接班人和副统帅身份与伟大的导师, 伟大的领袖, 伟大的统帅, 伟大的剁手毛泽东决裂, 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, 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。 林彪以其独一的思想, 怪僻的个性, 韬光养晦的手法, 极端的吹捧语言, 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, 无尽的思索空间。 陈伯达诗赞林彪, 漫漫思想界, 长夜有明灯, 赖此导人类, 探讨永无淫。 可以说, 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, 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应, 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、 文化、 政治制度、 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。 因此, 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, 而且是国家的悲剧。 林彪信奉天马行空, 独来独往, 深居简出, 不喜交际, 轻高淡薄, 在独来独往中给自己增加压力, 在独来独往中学习成长进步。 但是不武断, 不盲目, 不偏执, 不自负。 他的自信, 耐心, 沉静, 果敢, 简练, 给四野的老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即使历史的岁月一度蒙尘, 林彪的风格一度埋没, 但是将来的史书中, 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榜底, 必然会浓墨重彩地为林彪记上一笔, 而十大元帅中的其他人物, 也许不再有此殊荣。 林彪的沉静, 是一种类似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气魄, 身带五处枪上的林彪沉默寡言, 话少, 更多时间他在沉思, 不大与别人交流和讨论, 而喜欢一个人默默地想, 不了解的人就以为林彪为人城府极深。 实际上, 林彪是个思想清澈见底的人, 不仅会把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说出来, 多数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观点白字黑字地写下来, 生怕别人误解。 但对重大战略方向, 总是一言即出, 绝不虚发, 一旦他开口布置任务, 那就是命令, 别人只能是听命和执行, 对战场兵力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。 林彪的沉思, 是真正沉浸, 深入, 入境, 无无无我的沉思, 不光对身边人吃吃喝喝不管不问, 别的什么事也不管不问, 谁军容风计不整了, 谁喝醉了, 谁吵架了, 他都好像看不见, 听不见, 不知道, 两耳不闻窗外事, 警卫枪支走火, 敌极轰炸, 战事玩闹, 对于沉思中的林彪都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, 这个时候的林彪真正焕发出一个统帅者的魅力, 仅乎至难儿童似的懵懂神情下, 一个天才的大脑高速运转, 一双执拗的目光后面, 一个个战役战术的方案在清晰的对比, 优化。 林彪喜怒哀乐不形于色, 显现在大的好消息, 恩一生露出点笑意, 一闪即逝。 1955年9月27日, 毛泽东在中南海淮仁堂为十大元帅受限, 林彪名列第三, 如此个人荣誉的巅峰盛典, 林彪缺席, 他在青岛疗养, 避开沉潇, 静听海浪天风。 林彪清心寡欲, 不想吃穿, 给什么穿什么, 量体裁衣, 伸胳膊伸腿的, 裁缝怎么摆弄怎么试, 像个木偶。 从未听林彪说过, 哪件衣服质地如何了, 样子好坏了, 合不合身了什么的, 还不爱玩, 也不会玩, 什么嗜好也没有。 林彪内向, 对于女性经常表现出害羞, 但是她少有的几次不成功的感情经历, 都暴露出一种对纯真, 真实, 完美的追求。 在东北八面城, 曾经有一次神秘的会见, 一位清秀, 文静, 短发的女性远道而来, 作为故人与林彪长谈伴赏, 然后飘然离去, 林彪送到大门口, 在那儿站上老酒。 据当时林彪的秘书回忆, 这个女子谁也不知道她是谁, 谁也不知道她和林彪的故交, 谁也没有看见她再次和林彪有过会见, 只是大家都记得, 女子离去后, 林彪的脸庞泛出潮红光泽, 她的表情似乎又是一个活脱的纯情少年。 林彪狠抓细节, 心细如女人, 话语金贵的林彪在战术问题上是个婆婆嘴, 部队进入一线, 24小时内到48小时内部等, 下至指战员, 上至纵队司令都必须按照不同要求, 限期向她回报。 三峡江南市, 要求下面20分钟内就将敌情报告, 一仗下来, 6小时内要简报, 24小时要降报, 逼着总结经验教训。 她创立影响深远的6个战术原则, 把各个时期需要的战术和能体现出这种战术的各种新名词, 灌输给她的将军和士兵, 一点两面, 三三制, 四块一慢, 四组一队, 三猛战术, 猛打, 猛冲, 猛追, 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, 部队行军到达指定地狱, 第一件事就是向林彪报告当面敌情, 连红军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后两条, 买东西要付钱, 要讲卫生, 盖厕所离住家药园也是欣喜如发的林彪给加上去的。 林彪特别重视总结战术, 战后大会, 小会四面开花, 全面总结经验教训, 胜仗不大提, 尤其喜欢提败仗, 一个败仗讲起来没完, 大会讲, 小会讲, 专门开会讲。 1946年9月12日, 他向军委发出这样的电报, 我们审判吸收官内作战经验, 旺江纪鲁域及苏北等地的作战经验, 特别是夜战经验, 在战役, 战斗, 在技术上的各种办法, 陆续告我们, 以便研究吸收, 对自己的战术不满足, 还要吸取其他战区的战术精华。 林彪重视山头, 最后四野一个八宗, 出十名中央委员, 就一个断苏权, 因为是继察热聊的程子华推荐的, 被撤了司令员。 文革中的林彪, 全部智慧被政治调动, 数毛泽东的权威, 搞出四个伟大, 永远正确, 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般师祖无法宪, 礼座旁, 修会座, 还有夜群, 自称体系。 林彪把人际关系看得很淡, 这个淡, 其实是建立在透字的基础上的, 这是林彪一生少有闪失的原因之一, 很多人是在被朋友卖了一次又一次, 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认识到这一点, 而林彪一早就醒了, 他的天马行空, 独往独来并非始自今日, 而是由来已久。 林彪不上空谈, 不惧堆吹牛, 不参加舞会, 不出风头, 所有这些时间他都待在私宅读书, 思考, 策划, 写书法, 研究中医等等, 真格式, 我不误时, 时已不误我, 林彪的政治结盟, 非常理智, 天衣无缝。 林彪这个人, 是讲究平时里说话的, 他果子里根本瞧不起那几个顽笔杆子的烂文人, 但是, 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屑, 可见其城府实在太深, 我们可见的唯一一次沉不住气时, 他想江青发大火, 他跟叶群的感情不温不火, 他曾经深爱的另外两个女人, 没有一个走进他的生活, 但他却为自己和叶群写下筷智人口的一句话, 生不同床, 死后当同学, 对老婆也算是有情有义, 有始有终。 文革中, 他的女儿林豆都问他, 如果遇到不可控制的混乱局面, 该怎么办? 这位曾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江场, 在铁血硝烟枪林淡雨中出生入死的无敌元帅, 只平静地吐出两个字, 离开。 笔者见到这个, 简直对林彪肃然起敬。 给林彪平反的呼声是从哪里来的? 这符合林彪的意愿吗? 这符合林彪一生的性格吗? 林彪没做错, 他唯一的错是做失手了, 摊牌前要靠阴整, 摊牌后得凭整体实力, 他的整体实力弱于毛泽东, 所以他输了。 最后关头林彪宁可冒死非蒙古, 也不留在北京, 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, 赢得起, 输得起。 给林彪平反, 就是朝林彪脸上抹黑。